英国西萨塞克斯郡West Sussex日前发生一起离奇事件 当地一间印度餐厅在网上PO出一支用餐影片 却有一名妇人出面指认 表示自己过世九年的丈夫居然出现在该影片中 也让网上掀起幽灵餐厅的热烈讨论 如今,幽灵本人终于现身说法 她表示自己得知相关报道后也十分惊讶 我想,我就是那个幽灵 今年67岁的哈廷Yellen Harding告诉每日邮报 她一开始并不知道幽灵餐厅的消息传得满天飞 直到她的朋友打电话来 她觉得那应该是我 我看了影片,当然马上认出了我自己 和我的朋友帕森斯 这件事很有趣,但我绝对还活着 哈廷幽默地说 事件发生于本月16日 英国西萨塞克斯郡的印度餐厅商量 小屋Spice Cottage在Facebook贴出了一支宣传餐厅的影片 可看见餐厅内坐着满满的客人 然而一名富人华森,Lucy Watson却发现 片中出现了她在2014年过世的丈夫 正坐在桌边吃鸡肉咖喱 然而,餐厅表示 那是一周前刚拍摄的影片 这件事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 网友热烈讨论着幽灵餐厅的谜团 59岁的华森称 他划手机,看到影片时 一眼就认出画面中的男子 是已是丈夫哈利 旁边的人则是他与前妻的39岁儿子 亚历克斯 因此质疑该餐厅用了旧影片来宣传 不过,香料小屋的餐厅经理 伊斯兰Rofiko Islam后来找到了哈汀 还跟他拍了一张合照 来回应这些谣言 伊斯兰表示 关于餐厅最近的宣传影片 造成热烈回响 他现在可以确定 影片中的男子并不是华森的丈夫 尽管我也希望我们的咖喱 能把人带回来 但不幸的是 情况并非如此 另一方面 39岁的儿子亚历克斯 后来也出面成亲 他没有跟已故的父亲 出现在那个影片中 至此 幽灵餐厅的谜团终于结束 感谢收看 欢迎订阅 按赞 分享